來Richmond Hill華王自助餐China Prophé King 你會得到帝王式享受 新鮮美食超過200多款 有精美南北點心 日本魚生壽司 西式沙律 冷盤 牛扒 各款時令海鮮 特色小菜 精美甜品和鮮果 華王自助餐優雅寬敞 特設VIP房 適合生日起宴 大小派對 歡迎預訂 華王自助餐就在Yanggap Major McKenzie以南 At China Prophé King We treat you like a king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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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東市外賣的時間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列治文山市第三區的候選人 廖立輝先生 Hello 你好 Hello Jamie 你好 剛才我見到你逐家逐戶 拍門 可否告訴你 你的經歷有甚麼感受 其實在過去這幾個月 我差不多每一天都要花幾個小時去拍門 我覺得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一個挺好的運動 因為幾個小時 你不停在列治文山那裡走 是一個挺好的運動 但其實歸根究底 最重要就是去了解市民 我在拍了幾千戶的市民裏面 一般的反應都很好 他們很多有時可能認識的 他們會請進去喝湯 請進去喝杯東西吃飯 也有很多他們都很客氣 三餐其實都不需要自己買 那又不至於 因為我通常都是在晚飯時遊去 你知道中國人很好客 遇上一些中國人家庭都很好 但是譬如其他族裔那些 他們都很熱情的 他們對我 究竟我接下來會做些甚麼 他們都很有興趣 我慢慢解釋給他們聽 他們都表示很支持 我想問一下 你認不認為華人 應該投回華裔候選議員 我覺得兩個層面去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當然華裔的人士 各個都很精明 他們可以有眼光知道 哪一個人是真正服務到他 如果他又找到一個 他覺得真正服務到他 而這麼巧也是華裔的 我覺得就事半功賠了 就是錦上天花 可以同聲同氣 也可以大家溝通方面 一樣東西都容易些 我覺得 如果他真是看對華裔的議員 我覺得是可以真的選華裔的 你認不認識 可以講一下你的政綱嗎 我的政綱呢 基本上在列治民山 譬如交通的問題 是比較多人關注 看我在接觸市民裏面 他們很多都覺得 有時候那些人的開車太快 在那些小街開車太快 還有很多時候 因為大街呢 經常塞車 搞到那些人 就走到那些小街去運路走 那變了令到很多 在那些小街住的市民 又有不方便 另外在交通的安全也是 譬如在交通的學校區 很多人可能他們現在不停停止 可能學校區行四十的 每個人都走六七十 那變成這些呢 我都會盡量去 如果我一旦當選 我會和警方盡量去合作和溝通 看看怎樣透過教育和監察等等 希望可以教育到市民開慢些 另外呢 治安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我自己曾經都是試過做受害者 所以在治安方面 我都希望能夠加強鄰居守望計劃 其實警方做得很好 但是始終人手都不是說可以照顧到那麽多 所以變成是要靠鄰居和鄰居之間 我自己覺得在今時今日 已經有那麽多的科技了 好像你們這樣也都可以現場 可以做到那麽多科技 我都希望可以透過我比較有些新思維 可以透過那些科技 譬如現在有E-mail 又有Facebook 又有Twitter 那麽那些呢 如果大家鄰居 我們大家互相有溝通的 那變成了 譬如我們見到旁邊那個Driveway 可能有輛可宜的車在那裡 那可能你有時候 哎呀不好的 人家可能不方便 你敲人門又不開門 問人家又不是多好 那你可以其實透過互聯網 透過Facebook 你可以問一下 有輛可宜的車在外面 你認不認識 因爲透過這樣的溝通 變成了大家便互相合作 那如果真的可能有一個可宜的車 那可能大家都發覺 咦我不會的 咦你又不會的 那不如去查一查 或者是否需要報警 或者找人看一看 那變成了大家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溝通 變成了治安便會自然好 沒錯沒錯 那我想問一下 這次的投票 有沒有些什麽寄望呢 其實 我當然 就是 參選得一定是希望可以贏 但是也都我的寄望 就是希望可以華人 踴躍些出來投票 因爲譬如在列治民山 他差不多是接近半數 都是屬於華裔的人士 但是華裔人士的投票率 一向都比較偏低 那變成了 很多時候就未必真的可以 幫到他們發聲 那如果 大家都是努力這樣出來 去投票 去行使自己公民的權利 那我覺得是很對的 也都可以說 你行使了 你投了票 那變成了 真真正正地有把聲音 真的可以代表到你 這件事很重要 嗯 分開我聽說 都好像有個投票 是不是 沒錯 沒錯 在列治民山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都有一個預先投票 其實如果在列治民山居住的朋友 如果你說 二十五號可能不知道會不會太冷 或者每天會忙 投不到票 其實我都鼓勵大家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這幾天就先去投票 如果真的不行 二十五號就是正式的投票日 嗯 OK 那首先我在十月二十五號 就預祝你 成功先 是不是 好 現在是時候交給廠 多謝